袁文哉,逐個書接上一回 昨天說到梁行粗說服趙陀歸漢,功德圓滿之後 就動了回鄉的念頭 劉邦哪會答應? 就是這樣,一直拖了很多年,到了新皇帝當政 思鄉深重的他,才得以成行 被任命為端溪縣,即是現在得慶的縣領 梁行粗當然高興了 回家鄉當院令,既依錦還鄉,又可和親人團圓,真是一舉兩得 好了,這一日,他接過聖旨之後 高興地帶著妻子兒女,喜情回鄉 梁行粗當年離鄉附巧,到現在轉眼已幾十年 真是世事無常 這幾十年,這裏連年發生天災,經濟疲憊,人們四處逃亡 連縣衙的官員,監獄的犯人也各散東西 梁行粗到任了,看到這樣的情形,於是首先震災安民 那些逃難的百姓,見新官一來就有米派 於是都陸陸續續返回家鄉 梁行粗見城鎮,又恢復了秩序 於是就推行漢朝頒布的一系列優養生息政策 整頓事理和司法 聽到這樣的消息,那些逃到外地的官府差役 和玉官報快亦相繼返回縣衙 話說這一日,玉官報快入黎品報 說監獄因為這幾年天災,獄中的囚犯已經逃得無中無影 但是亦發生了一宗怪事 梁行粗聽完,覺得奇怪,就連忙問什麼事了 於是,玉官就將這件事的前後由來一一說出來 原來,當初發生天災,監獄的囚犯都走了 只是剩下一個聖河的重犯沒有走 這個重犯原來是被人栽贓陷害,判監入獄的 他年過六十,骨瘦如柴,蘇法全白 被單獨關押在一個黑爐裡面已經有很多年了 當時,個個犯人都趁天災大亂逃走了 但他就是死牛一面頸,覺得自己是冤枉的 如果一走了之,雖可以獲得自由 但自己的清白就一生一世都難以洗血了 於是,他就無論如何都不肯走,還說要等清官來還他清白 當時,那些獄族怎麼管你那麼多呢?你不走就你的事了 好了,現在梁行粗到任之後,整頓利智和司法,獄族返回監獄了 當他們打開爐房一看,不禁大叫一驚 原來,昔日那個骨瘦如柴,衰發眉毛全白的何姓囚犯不見了 而換來了一個滿頭黑髮的犯人,躲在爐房裡面 那些獄族看見這樣,就急忙回去報告說 監獄走剩的一個囚犯不見了 但奇怪的是,在那間黑髮裡面,卻有一個黑髮犯人 究竟是甚麼回事,現在還不清楚 梁行粗一聽這麼說,也沒有責怪這些獄族 但他聽見說,有一個滿頭黑髮的犯人 在原來聖河那個犯人的那間房裡裡,也覺得奇怪了 於是,他連忙命令獄官,將那個人提堂審訊 當犯人來到堂上,連適日熟悉他的那些獄官 也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只見這個犯人烏鬚黑髮,雖然滿臉烏垢 但面旁風潤,雙目滾滾有神 和以前那個囚犯,根本就判若兩人 那個囚犯見到阮太爺,一聲跪下就說 冤枉啊,大人 哇,那把聲音很洪亮啊 梁行粗一再追問,他是何人 那個囚犯都回答說,他是姓何的重犯 梁行粗心生疑鬥,離座走上前去仔細觀察 指認那個犯人是斷子的,果然和案卷所寫的相同 又叫以前的欲觀欲卒上前辯認 最後才認定他就是判了死刑的何姓重犯 各位,在天災發生之後,這個犯人為何會白髮變黑髮 還好像會反老還童那樣呢? 梁行粗覺得事有KQ,就留下犯人單獨仔細審問 於是,這個姓何的犯人就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原委說出來 原來自從監獄裏面大家屠難散火斷吹之後 姓何的犯人,飢渴難忍 只好摘取牢房四周的野生藤業來解渴衝擊 沒多久,藤業吃完了,就吃藤萬 藤萬也吃完了,就把藤根來吃 藤根也都吃完了,最後發現根下面還有樹塊 於是就用手去刷那些薯仔來吃 梁行粗聽了,立即帶領玉官前去實地擦看 果然,監獄牢房的四面牆邊,藤萬密布,往藤根下一刷 幾尺之下,果然有黑客式的樹塊 這些樹塊,頭大尾小,多幼根,表面不平的 根部還伸入石,延續到監獄裏面去 有些生在沙石之中的,當然奇形怪狀 梁行粗知道這個何姓犯人說的並非虛言 但是,為什麼這些東西吃了之後,會使人的頭髮由白變黑 精神珍作,這些他就搞不清楚了 但他釋放了這個姓何的犯人之後,回到家裡一直思考著這個問題 當晚,梁行粗在床上仍然想著這個問題 但想來想去,始終還是想不出的所以然來 想著想著,他就睡著了 在蒙蒙蒙隆隆當中,忽然間,他見一個磁場的婦女走近床前 輕輕地叫她 他抬頭仔細一看,原來是月城龍武 於是,他連忙行禮,並將她白絲不解的疑問 說了給龍武聽 經過龍武解釋,才是知道那個酬勞當中的野生藤葉植物 乃龍武當年滴血救金龍用過的千魚守烏 龍武說了 行粗 這幾年,你沒有辜負我的期望 做了好多有功於國,有益於民的事 今次,你回來故鄉當父母官 搞得都有民有路,我都很安慰 最後的百姓,有了減免稅政策 也鬆了口氣了 但是,現在,百姓的日子,還很艱苦 這些千年守烏,是難得的藥材 你教他們多種一些,將來收成賣了 也會增加收入 百姓的生活漸漸變好 這也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 龍武說完,便飄然而去 各位,現在說的這些,雖然是傳說 但這種藥材,守烏,又的確是一件寶 那在明代,李時珍走遍九州,常進白草 觀察到這種藤曼,日間分離,夜間相交 便將這種藥材取名為夜交藤 那又因為,在德慶是那個姓何的犯人 首先發現他能吃 吃了,還能夠洗白髮變黑 所以,人們又將他叫做何守烏 並寫入了本草綱木之中 好了,現在說回梁恒聰這邊 話說龍武飄然而去之後 梁恒聰一扎醒,方知是南柯一夢 梁恒聰多年受龍武的恩責 雖然這是一個夢 但是,他覺得夢中龍武所說的 都很有道理,一定不假 於是,翌日一早 他立即叫人貼出告示 勸道鎮康百姓廣眾何守烏 凡眾何守烏者,一律免去附帥 和當年的兵役 那些百姓都知道梁恒聰是個好官 所說的話一定是不假 而且,種何守烏又有好處 所以,一時之間都種起何守烏來 因為何守烏是名貴的藥材 果然,老百姓種植出售之後 都有了好的效益 收入增加了,生活自然就大大改善 最後的端溪縣也恢復了往日的興旺 當然,百姓都很感激梁恒聰這位好官 更加感激龍武這位慈愛的女神 這些就先不再講他 現在說一下,在城街一條村莊裡 有一個年過半百的寡老 這一晚,這個寡老 點著昏暗的油燈,關閉了家裡的門窗 從隱蔽的地方靜悄悄地捧來了那一包 靠賣何守烏得來的銀兩 他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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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激動到流出了眼淚 他眼淚方方,自言自語地說 阿女,阿爹只有龍武指引,中了首夫 賺到了一些銀兩 明天,阿爹去龍武廟還神之後 就可以去贖你回家了 各位,這個寡老是什麼人呢? 又是什麼原因使他父女分離呢? 原來,這個寡老姓鄧明天來 是一個出了名的孝仔來的 他幼年喪婦,母親賈士含身如虎 好難才是將他撫養成人 省客劍容的寡婦賈士年老了 才是積儲了一些銀兩,幫他儲了一門親 滿以為今後可以安享晚年 誰知道的媳婦沒多久 就染上了環疾,過早離開了人世 留下一個叫玉鳳的孫女 賈老太自嘆苦命 唯有繼續幫兒子撫養這個孫女 真是歲月不饒人 玉鳳八歲的時候,賈老太終於是積勞成疾 染病臥床不起 鄧天來向來孝順 見娘親糟勞成病 內心經常自責 但沒法子 只要細心地在病塔前面侍奉 盡下做兒子的義務 鄧家本來就窮到孝 現在母親生病 經常要看醫生 日子就更加難以為計 實在頂不順 在百般無奈之下 有一天 鄧天來把女兒點到隔離西寧院 一位聖前的富家鴻門那裏作婢女 當時 立志為居 說十年熟番,點銀八十兩 鄧天來拿著八十兩銀回家 為母親請醫買藥 經過一些時日 賈老太的病 有些好轉 這個賈老太雖然病了這麼久 但他一點都不懵 他一年幾日都見不到孫女玉鳳 就追問了 阿萊,玉鳳去了哪裡 為何幾日都不見他呢 鄧天來一聽娘親提起女兒玉鳳 那個鼻一孫忍不住流出了眼淚 但是 為了不用娘親傷心 他只要偷偷地抹去眼淚 依依恩恩的说 娘 欲凤 他到了他外婆那里去了 过了几日 假老太仍然见孙女 又去追问天来 邓天来 小游士找借口 来蒙骗娘 但日子一场 假老太听到 嫌言碎语 一切都明白 他一气攻心 病情加重 没多久就杀手陈环 邓天来伤心欲绝 他用卖女静落的银两 安葬了母亲 之后 他四出找长短工做 起早贪黑 吃苦耐劳 决心积储银两 将女儿熟回来 后来 梁行粗道任 出告示请大家种手乌 于是 他将家里的几块山地 全部种植了药材何手乌 十载光阴 很不容易 才积储了八十两银 好了 话又回头了 邓天来 筹捉了八十两银之后 第二天一早 他就带着银两 先来到龙母庙那里 黏香叩拜 邓天来的虔誠 感动了 附身于素杖之上的龙母 龙母捏字一算 也知道他的苦难 所以 面上边 也流露出一面的同情 他仔细观察了一阵 发觉邓天来 印堂发黑 眼目同人 失神玉山 他再捏字一算 知道他又有麻烦 于是 扎心人口的龙母 决定帮帮这位苦难的人 因此 他就暗中跟着邓天来 话说邓天来 筹元香 拜了龙母 就赶赴鱼院 西宁院 熟个女儿 到了西宁 天黑了 邓天来 早在宁城的云来客栈那里 住了一晚 第二天清晨 邓天来早餐都不吃了 就带着银两 直奔城东 前府而去 怎么知道了前府一打听 方知这家大宅 已经换了主人 邓天来再三询问 守门口的家博 家博很不耐烦地说 阿叔 你来迟了 听这里的人说 前老爷花钱买了官 做官去了 不过 他现在在哪里做官 我又不是很清楚 不如 你再去其他地方打听一下 邓天来听了这么说 真的好像晴天霹雳 心里面一阵 暗暗叫苦 但是 他又心有不甘 就在附近四处打探 可惜 双脚都差不多跑断了 仍没有确作的消息 邓天来找不到的女儿 心情烦满 他去到西门邪波脚 那间望光酒楼 喝起门酒来 啊 真是走入仇场 仇跟仇 几杯门酒落土 邓天来 已经冥顶大醉 他遥遥访访 出了望光酒楼 靓靓靓靓靓靓地在街上走着 万无目的 就这样 也不知道走出多久 最后 他竟然躺在街边的墙角 哎 这个邓天来 真是混蛋了 他走醒之后 伸手一摸腰间 不由面色都白了 为什么啊 那包银两不见了 辛辛苦苦 积足了整整十年的八十两银 父女团聚都靠了他的 但现在又偏偏不见了 你说惨不惨呢 邓天来 怕得大汗临来 衣衫湿透 手脚一软 就躺在地上 这个邓天来 越想越不滋味 茫茫然地 就出了凌晨 来到成交的一片树林 他想 既然 不知道女儿身在何方 银两又不见了 还怎能和女儿相见呢 哎 不如死了他 了此残生算了 就是这样 邓天来 想起一边去了 占他解落条腰带 将他一缝 就缝到高处的树丫 打了活圈套 扔起脚尖 将头缓缓伸进去 就要自日了 正当他将头 套进去的时候 一个道姑飘然而至 手中佛臣 向着调离地面的 邓天来一揮 只见佛臣 刮起一阵旋风 吹断了 挂在树枝上的尸体 邓天来 撇薄地声 重重跌落在地面上 邓天来 吹起跌到痛了的屁股 长叹一声说 老天爷 老天爷 你为什么这么不开眼 你不准我和女儿团聚 为什么你 你连我去死都不准 你 你究竟想怎么 善灾 善灾 老人家 你暂且不要乱骂老天爷 贫道来问你 难道你 真是生不如死吗 邓天来这个时候 正气在心头 哪会想那么多 他很费气地说 哎 只要有一丝希望 谁又会去死的呢 我如今 如今已经到了绝路了 说完 他又重新结好尸带 想再次日尋死了 龙母阻拦着他 细细声地说 老人家 你先将你的难处 讲给频道听听 好吗 或者 我可以帮助你呢 邓天来听到 有人可以帮他 不 醒神 他抬头一望 自然那个道姑 身材渺条 身穿素色道浦 手执阀 面如桃花 清瘦飘日 充满慈祥 于是 他又将自己出来 找女儿 以及雕塞银两之事 长长细细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 他又说 道姑 你不要阻碍我了 还让我死了他 这样 我倒可以一了百了了 龙母一把 多住邓天来的手臂 就说 老人家 不用灰心 频道知道你的女儿 现在在哪里 哈哈 真的 邓天来一阵狂起 但很快 又拗住头 他说 道姑 你 你不用哄我开心了 我跟你素未平生 你记不知我姓甚明谁 又怎么知道我女儿 现在在哪里呢 龙母 龙母 浪声地说了 我知你姓 邓 明天来 女儿 叫做 玉鳳 你将那女儿 点给了西宁前妇 作侍女 是吗 哦哦 没错 没错 道姑 那我女儿 现在在哪里 那各位 我女儿 她现在在哪里 龙母 列了一笑 就说了 她现在 在此安郡 因为前老爷 做了此安郡的官吏 她 也跟着 搬到那里 去了 说完 她还半开玩笑 对邓天来 说 那你现在 还要不要 自尋短见 邓天来 不好意思 沉低头 纳闻地说了 不想了 不想了 不过 忽然 她又好像 想起了一些什么 于是 就周住眉头 低声话了 哦 我的银两 都不见了 现在 就算 找回个女儿 也都没钱 去贖她了 正当她在弊异的时候 龙母说了 老人家 你放心了 我自有办法 帮你熟个女儿 回来 你合起双眼 我现在 就带你去 邓天来 半信半疑 紧闭双眼 杀时间 身体腾空而起 身如雀鳥 只觉得 耳边风声呼呼 一眨眼的功夫 就听到 那个杜姑 叫她 睁开眼 她定眼一看 这里 是一个 陌生的地方 完全不熟悉 经过杜姑的解释 邓天来 才知道自己 已经到达了 此安郡 到了此安郡之后 龙母带着她 七转八转 一会儿 两个人 就来到了桂林街口的 一条巷内 在一间大屋前边 停住了脚步 这间屋 虎帝门高 红长绿瓦 飞蟹斗拱 富丽堂皇 两个人 看了下 就走近门口 龙母对邓天来 说 你 站在这里等着 我先走进去 等过了 住香的时间 如果有人出来 要问你的年龄 和生辰八字 你 只要这样 那告诉她 就行了 到时 彭珍保你 父女团聚 邓天来 这个时候 还会有什么办法呢 她带着 满面狐疑 点头话 哦 好 好 我一定照道姑 所言去做 龙母 祝福完毕 抬脚 向那间 气派红大的 府邸 走过去 她走上食街 来到 红七大门之前 对守门的家丁 说 施主 辛苦了 你家老爷 是姓前的 那位姓胡 名虎 年纪比较大的家丁 建来者 是一个道姑 还以为是来花园 于是 就没有好声气 这么说 哦 也算是被你 撞对了 我家老爷 的确是姓前的 不过 若然你是花园的话 麻烦你改日再来 龙母不解地问 施主 为什么 你这么说 狐虎有点不耐烦 他口气粗粗地说 为什么 不是因为 你来得 不是时候 说你知 我家老爷家中 正有祸事 心情不好 没有心思 接待你 这个远方的来客 龙母一辉 手中的佛陈 轻声地问 是不是 你家老太太 病重 危在旦夕 胡虎一听 龙母这么说 面上边 即时露出 惊异的神色 他眼珠碌碌 打亮着龙母 过了一阵 就问 你是个生保人 都没入屋 你怎么会知道 这件事 龙母列此一笑话 不单止是这样 频道 还知道 你家老太太 是因为心痛的 孙子病重 而急病上心 听起来龙母这么说 胡虎眼睛 差得更加大 他说 没错没错 道官你说得对 我家老爷 正为这些事急坏 因为老太太 和公子生病 前老爷 请遍了方圆 三百里的名医 和他们医病 钱银都花了不少 但就是不见有好转 正在守门家丁胡虎 和龙母谈话的时候 桂林街上边 忽然间出来了 呱呱呱呱呱 阵阵急速的马提升 一群骑马的人 向这边飞驰而来 胡虎看到这样 面色一沉 吹赶龙母话了 道姑 我家老爷请名医 回来了 你还是快点离开了 不然的话 担忤了大事 老爷怪责下来 就不要怕了 龙母见这样 他亦不跟胡虎多讲 转身走到台阶 慢慢迎上那帮人马的金钱 那帮人 为首的那位 是附庸圆外打扮 白面长骚 五官清秀 一面昭急的神色 不用说了 他一定就是前老爷了 跟在前老爷马后 坐在马上的人 年约五秦 头大四零根 上面双着翡翠碧肉 瘦带双飘 身被保蓝段 逍遥圆外服 尚受百福百点 和金色秀字 他面如古色 慈眉善目 三楼长骚 飘洒空前 这个人 就是前老爷 专程请回来的名医 雍春上 龙母行上前去 当头拦住 为首的圆外 就说了 前老爷 扯慢 贫道在此 等候多时了 那个前老爷 正心急愚愤 看到面前 走出一个道姑来 就很不高兴地说了 道姑 我家老母亲 和小儿病重 正等着翁先生救治 你若花圆 请改日再来吧 你这些出家之人 做事 还是应该分清 轻与重嘛 龙母听了前老爷 这么不友善的话 他也没有生气 我继续口气 迟缓地说了 前老爷 贫道这次远度而来 并非为了化缘 乃达意 来和老夫人 和令公子 医病的 前老爷 前老爷说了 老姑 你的一片好意 我前某心领了 只是 我已经请来了名医 翁先生 龙母笑了笑 走到翁春上马前 施了个礼 就对他说了 上座 可就是周上的名医 翁春上呀 翁春上头脑微微恶起 一副医者傲骨 他说了 翁春上正是在下 道姑有何自教 翁春上 翁春上 你既是名医 可知一物 自什么病呢 翁春上一劣空前长肃 仰头微笑着话 道姑 你所说的是指何物呀 文银一定 自什么病呀 翁春上一听龙母这样说 以为是龙母在这儿捉弄他 于是 他吓吓大笑 拱拱手就说了 此码历代医书 皆无记载 恕我医学浅薄 还请辞教 龙母笑着话了 你连这一物字 什么病都不知道 又岂能称名医呢 文银一定 可以医治 脚远呀 翁春上沉淫过后 用手拱着脑袋 不解地说了 怎 为什么呀 龙母继续笑着话了 肚饿脚远 银两可以买食物充饥 故此 可折脚远 难道有错吗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又怎能医治老太太 和公子的病呀 还是等我跟着 如果你觉得没办法医了 就等频道来帮我手吧 翁春上一听 这一项目的疑伤 他仔细擦看了一阵 就面有难识地说了 前老爺,这个病实在... 前老爺一听,焦急地问 李先生,怎么样? 雍春相皱着眉头说 老太太的病实在... 唉,恕我直言,老太太那是语谈上行 又是上了年纪之人,气血两窥,心脈疲弱 很难用药,医治那些语谈的 前老爺,你还是另请高明靶 这次,我真的要认下低威,回天发述了 前老爺哭嗓着我面说 雍老先生,附近周郡,要论医术 有谁可以跟你相比呢? 你叫我去哪里另请高明啊 雍春相皱着眉头,叹了口气,又说 这个病,若非神仙都实在难医 前老爺,我看老太太的尘窝 恐怕世上都没有名医感治了 正在前老爺和雍春相触手无策之際 龙母挺身而出,摘地有声地说 等我来医 大家听都惊愕起来,用怀疑的眼光看着龙母 古语有云,病急乱投医 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在无论可思之下,前老爺见杜姑 大声许诺能够他母亲一命 于是,他想都不想,就决定一试 只要他上前一步,向龙母施了个礼,就问 杜姑,你当真有把握自好家母的重病? 前老爺,不信,你就看一看吧 说完,之前龙母将手中的佛陈插回腰间 走近老太太的床前,俯下身去 他先翻开眼门,然后试试避息 再叫开嘴唇,仔细观察一番 接着,龙母举起手掌 朝前老太太的嘴巴重重地拍了两掌 前老爺和翁春相见这样,他们两个都懵了 有没有搞错啊,这样医病 正当前老爺和翁春相像白金光摸不着头脑的时候 老太太的身动了一动 只龙母再举起手掌,在前老太太的背部拍了两掌 老太太跟着就嘻嘻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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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了 他正想医好娘亲,他正想上前多谢龙母和问个教警 即龙母已经走过来说了 前老爺,不是翁大夫医术不得,令尊痰痰上颈,年纪大,血气量亏 这个时候,要冠药是很难搞的 我刚才看了一会儿,觉得还是要外力帮助 打通他的阅道,将他的痰逼出来 这样才是好办法 所以,正说实在是冒犯了 翁春相一听,知道这个办法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他心想,老太太这样的年纪,采取这个办法 会险过剃头的,于是就不敢动手 现在,他见龙母够胆这样做,也不由打心里面佩服 这个时候,前老爷知道眼前一个道姑 并不是一般的出家之人 于是,急望上前深深思礼,连声道謝 定过神之后,前老爷又恨求地说了 啊,道姑,现在五家母的大病传逐 但犬疑,却仍然昏违不醒 还望道姑慈悲,再思奇迹,救救小疑也 龙母于是,又随前老爷来到前公子的房间 他看了一会儿就说了 你家公子的病本来都不难治 只是那些若隐难找呢 前老爷啪一声,跪在地上不蝶地扣头 呃,道姑,我三代单纯,老来才只得这一粒仔 只要能够小疑性命最难找的若隐 我都想方切快去找 哪怕倾家荡产,也都在所不治 龙母扶起他话了 那好吧,你立刻叫人去找五十一岁阳历阳日阳时出生的男人 同十八岁阴历阴日阴时出生的女子 取两人眼泪各一滴,合二为一 那就可以成为若隐 贫道,再贝以其若为五 则妮家公子的病可传语 若母这个若隐,神仙下凡,也是回天发述 你就等着为他扮理后事啦 前老爷听龙母这样说 要找五十一岁阳历阳日阳时出生的男人 同十八岁阴历阴日阴时出生的女子的眼泪 哇,好难的 但要救儿子没办法啦 怎么办都要试一试的啦 那他立即叫府中所有家丁博人四出寻找 一时间,前府上下家丁博人倾巢而出 那过了阵,就有家丁来向他在汗口张头探到邓天来打听 家丁胡府见邓天来年约半百 就上前抱拳拱手问 老兄,你贵家啊 邓天来一听 想起道夫正话的祝父 不敢怠慢,连忙就话了 呃,五十有一啦 胡府心中狂起,又问了 那,什么时辰出生啊 邓天来郑仲奇时回答 哦,是阳历,阳日,阳时出生的啊 胡府一听,高兴得跳了起来 他一把拉着邓天来,好像怕他飞了一样 他就说了 老兄,快,快除我而来 我家老爷有请啊 邓天来暗暗欢喜 他心想,道姑所言非虚 看来,自己和女儿团聚有望了 于是,就跟着胡府,走入前府了 那,回到内院 胡府知道十八岁阴历阴日,阴时出生的姑娘 也都找到了 那,那个十八岁阴历阴日,阴时出生的姑娘 正是前老太太的贴身丫鬟,玉鳳 两人被带到龙母和前老爷的跟前 邓天来一下就认出 眼前这个女子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宝贝女 那么多年妇女相隔 如今终于见回 邓天来怎么不高兴啊 他欢喜到热泪盈胱,大步冲上去 玉鳳认出父亲之后 也不顾三七二十一冲上前去,拥抱着父亲 接着,两妇女喜气而言,呆呆声哭了起来 站在一边的胡府,早已经拿来一只碟仔 趁她的妇女抱头痛哭之时,接着那些闪闪而下的眼泪 急忙送到龙母的手上 龙母接过来,哈哈大笑地说 哈哈,真是一举两得,两全其美了 说完,她将眼泪背以自己带来的中草药 煎过之后被前公子服下 过了一阵,果然见前公子醒了过来 那一日之内,老太太和宝贝仔都被救回了 前老爷真是收到金都没那么高兴 他连忙切宴感谢龙母,问他需要什么回报 龙母见他这样说,就说了 前老爷,频道没什么所求 我只需要你做一个人情 于是,他又将邓天来找女,雕塞银两 又自尋短见的经过,详细说了出来 前老爷听完之后,亦大为感动 他当即就说了 哎呀,哎呀,好话,好话,以前的八十两银就算了 黎玉凤,你收拾一下,跟你爹爹回去吧 以后好好服侍爹爹就是了 邓天来妇女一听前老爷这样说 齐齐跪低,不停地向前老爷施礼 又向龙母施礼 好了,辞别了前老爷 龙母与邓天来妇女出了此安城 走到这城郊的森林附近 他们也都要话别 龙母看在四周没有人 就腾空而起 戒七彩长云,回回九阳洲 现在再说回龙母 他架着长云,走着走着 忽然间,在前方见到一个老人家 正踩着云墓,琴琴琴的赶路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北极先翁 战北极先翁,大汗临来 神情都不知道多焦急 龙母就问了 哎呀,仙翁,好久不见了 走得这么急,去哪里 北极先翁一看,见到龙母 于是就收着云头,连望还你话 嘿嘿,龙姬,原来是你 我要赶往凡间 龙母就想了 这个北极先翁,素来都心居简出 更不用说落凡间了 他如此焦急赶到凡间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他就站在云头上问 先翁,你这么急赶到凡间 有什么事 各位 这个北极先翁这么急赶到凡间 有什么事 我们明天再说 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昨天说到龙母帮了邓天来父女团聚之后 就回回九阳州 正当他藤魂家墓在路上走走走走走的时候 他见到北极先翁,琴琴轻地赶着路 神情都不知多焦急 于是,龙母就走上前去问 哎呀,先翁,好久不见了 走得这么急,去哪里 北极先翁见到龙母,就难堪地说 唉,我要到凡间了 落凡间?有什么急事? 哎呀,没提了 说起来,真是一笔布这么长 各位,凡间下边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先按下不表 现在先和我们讲一讲这个北极先翁 当日女窝练石保天,练了七七四十九日 红,黄,蓝,黑,几种保天石都练好了 还差白色的,始终还没法练得出来 那女窝从早想到晚 从黑夜又想到天罡 就是想不出有什么好招 正当他无计可思的时候 只见东方飘离了几多白云 女窝定神一看 原来是自己派出去做事的七只神羊 那这七只神羊一回来 就见女窝愁眉苦脸 知道肯定是那些保天石未练得出来 于是他们就问 主人啊,我们刚刚回来的时候 听听一个神仙说 说玉皇大帝御车上的七火宝石 百斗七星 如果能够借来 将他们和保天石放在一起练 那那些石头就可以变成白色了 女窝一想,又是欢喜又是忧愁 那起的,是找到了练食的办法 仇的呢,就是那些北斗七星 是玉帝七的弟弟的本命星 一直以来都是由北极先庸看管 要借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保天时代 除了这样,还有什么办法呢? 仕急马行田,没办法了 都要试试的了 想到这里,女窝啪啪神阳就说了 对了,对了 我们一起去找找北极先庸这个老人家 没多久,女窝他们就来到了银河边 这见北极先庸正在画竹牌 幽灾游灾的 女窝上前见过你之后 就说明了来意了 北极先庸一听女窝这样说 就面带蓝色的说了 不行的,不行的 这七只星怎么可以借给你的呢? 如果玉帝追究起来 我没得交差的 说来说去,北极先庸就是不肯借 女窝急了 先庸,你这样就太不讲道理了吧 你想下,我练石又是为了谁呢? 那公公足不周山,整崩的天,搞到大家都不好过 我练不出石,又怎么能够补回天呢? 如果补不回,那个天今天塔一点,明天又塔一点,总有一天全部塔完的 那你们都会塌下去的 到时,你们又会有好日子过吗? 北极先庸想了想,觉得女窝说得又有道理 不,于是他就说了 嗯,借我都可以借给你 但只能够借十五日 到时,你一定要按时给我 不然的话,我没办法交差的 女窝见他肯借,什么都可以了 于是,他们就约好十五日之后交还 说定了,北极先庸就带着女窝和神阳来到北神石室 摘下了玉帝车上的那七火树白的星星 交给北极的七位先人 几位先人手执神边,骑上神阳和女窝一起 匆匆忙忙,就赶到了链石的地方 再说女窝借到了北斗七星之后 就叫神阳将宝天宝石和七星一同放在链石炉中练 经过七天七夜,果然练出了白色的宝天神石 那女窝当然就十分之高兴啦 但是,谁都猜不到 这七火北斗星自从被女窝练过之后 竟然练出了灵根和仙气 有了仙气之后 这七火北斗星,谁都不再甘心做玉帝御车上的装饰品 到了要交玉七星的时候 这一日,北斗七星私下和护送他们回去的七只神阳就说 神阳啊神阳,北神石室冷冷清清,在那里过日子,真的太寂寞啦 但是有时,我们想聊聊天都没有几多个人 这样过日,没有闻没有味,我们都不想回去啦 神阳听他们这么说,犹豫了一阵就问 这样,你们想去哪啊? 我们听说,凡间的人有情有义,很热闹的 你们都去过凡间,不如就带我们到凡间去啦 我们身上的眉粒,能够幻化成谷髓 这样,不是可以为凡间带他们来暂时还没有的谷物吗? 有了谷髓了,百姓就不休没米食 这样做,也算为人类做一件善事啊 这七只神阳经常出去办事,都到过凡间的 而且,还对凡间特别有感情 他们一听北极七星,那么喜欢凡间 而且,那么有善心,都十分高兴 于是,他们就说了 难得你们有这样的心思,都几好 不如这样啊? 我们经常外出,知道岭南有个地方,气候温和 山仓陆,水清烈,中灵玉兽,确实是个好地方 我看那里最适合你们安家的了 在那里,他们说了一位神阳,到了 那天晚上,呂坡请北极仙庸派来的七位先人 骑上他的神阳,戴上七星,便起程了 走了大半的路程 七位仙人都疲劳了 眼睛自不然垂了下来 领头的神阳见时机到了 就念动咒语 请来了风伯帮忙 不用一会儿 狂风吹起 到处飞沙走石 搞到七位仙人眼都撑不开 急都急不快 七只神阳一见时机到了 就乘机带着七星 有这么快 扔这么快 送人了 等到天亮了 七位仙人发现不见了神阳和七星 就到着找了 哎 天气茫茫 从哪里有得找呢 没办法了 他们只好回去报告给北极仙雍听 北极仙雍听了 心急啊 死了死了这次 这七火星非同凡响的嘛 欲帝之左 还不得了的 于是 他架起云头 来到天的东南边 找到了女窝 那女窝也不知道神阳和七星去了哪里的嘛 他只好和仙雍四出去找 但是 一时之间 又哪里找得到呢 没办法了 他们又只好回去 再派人慢慢找 各位 这七只神阳和七星 趁飞沙走石 送了人 究竟去了哪里呢 原来 这七只神阳 在西江边那里下了脚 变成了七座山岩 那这七只神阳 私放七星下凡之后 怕玉皇大帝降聚 亦都不想回去 他们的嘴巴 海着北斗七星 送给他们的谷碎 分批散去 其中两只 就留在西江峡口附近 五只 就去了广州 那各位 传说现在的端州凌阳峡 和广州 被称之为五阳城 和这个传说 都有关的 那现在再讲 那个北极先庸 他派出去 找七星的那些先人 没多久 就查到七星 和神阳 偷偷下凡的事 于是 他们连望飞降人间 寻找 但是 凡间的地域 也都不小 怎么找 他们万无目的 四处地找 找了很长时间 都找不到他们 那北极先庸 怕北斗七星不见了 玉帝要治他的罪 于是 就用另外的七火星 伤到车上 应住急 但是 他又派日子一场 玉帝终会发现 就继续派出先士 四出打探 真是黄心不负有心人 过了一段时间 几个先士 终于打探到七星下落 原来这七颗星 就在岭南的星湖 北极先庸听到品报 就急急忙忙赶赴岭南星湖 要收回七星 各位 为老夫保密 龙母笑笑地说 先庸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 手口如瓶 多谢龙母娘娘 好了 老夫就此告辞 不然的话 等七星逃脱了 就不得碟了 那 先庸小心了 目送着北极先庸的身影远去 龙母沉淫了起来 七星飞降人间 为领南平添一分寿息 又被凡奸带去谷物 实属祝福百姓 现在 先庸要将七星收回天宫 岂不是 想到这里 龙母停住了云头 司法照来了小龙子金龙 金龙很久都没见过娘亲 一见之下 高兴得不得了 他连忙跪低 向娘亲请安 孩儿向娘亲请安 愿娘亲福体安康 龙母这么多年都没见龙仔 当然也十分之激动 但是他还是没有忘乎所以 但他扶起金龙话了 下意快起身 娘亲现在不空跟你谈 有件事要你马上去做的 那样性情急做的金龙忍不住就问 娘亲照我 那样性急做的 这个消息 新 fifty 这是 小龙姑 金龙 她估计了龙母的旨意 她就急急起床 藤魂家墓 直归星湖 而去 北極先翁人老腳頭慢 所以金龍還被北極先翁早到了一步 到了星湖上空 金龍站在半空雲頭 低頭俯瞞著星湖 只見湖面逼波倫倫 七星岩列治如北斗 進肖增榮 岩碧林木蒼翠 銀湖待風 交霜輝影 景色迷人 這條金龍也禁不住大聲讚嘆 哇 以前這裏沒那麼漂亮的 這七顆星星在這裏落湖 真是好東西 如果現在被北極先翁 收花北斗七星 以後 這麼漂亮的美景 就不復存在 這不是很可惜 讚嘆如一番之後 他司法叫來 以變成七星岩的北斗七星 向他們講明來意 北斗七星一聽 臉色大變 他們說 哎呀 仙翁下界 那叫我等如何是好呢 金龍安慰他們說 不用怕 我娘已經想了一個小辦法給我 你們照舊附身在山岩之上 就算那個北極先翁來到星湖 你們也都不要多作理會 記住啦 一定要沉住起 沒有出聲 其他一切由我來應付 知道了嗎 多謝神龍 多謝神龍 講完 北斗七星都隱身回山岩當中 再講這個金龍 他等北斗七星附身回山岩之后 就重身一跳 跳到星湖之中 吸滿一肚水 又飛上半空 張開大嘴 將那些水 噴灑出來 接著 舞動四爪 和尾巴 搞動空中的雲霧 經他這樣一陣耕雲播雨 星湖和七星岩 煞時間 已經被濃濃的雲霧 籠罩住了 搞定了 才見北極先翁 山山趕到 於是 金龍 亦連忙急埋了 北極先翁 看了看 已經進入到星湖地界 就停在星湖上空 舞動長袍 撩撥四周的雲霧 想看看北斗七星 是否附身在星湖之上的山岩中 北極先翁 本來就已經老眼昏花的了 怎知這隻金龍又這麼鬼馬 躲藏在雲中 不斷地搖頭擺尾 向北極先翁這一邊 虛雲吐霧 團團迷霧 直射往北極先翁的眼睛 正所謂有心裝你無心人 北極先翁 不知道金龍在那裡搞搞震的嘛 所以 一點都沒有省水 就是這樣 他在那裡 將那些雲霧 撥離撥去 就是撥不走 他就想了 咦 難道派出幾條傢伙 底粗心 打探不殺 北極先翁想到這裡 他長探一聲 唉 算了 於是 他一提腳下的雲露 就返回天宮了 回到天庭 經過七七四十九日之後 北極先翁 終於又重新雕吐出 另外七火一模一樣的北斗七星 北極先翁 將新的北斗七星 鑲上去玉皇大帝的御車那裡 他才是放心落來 從此 北斗七星不用經常被人追查 他們也安然地在凡間星湖那裡落根 變成七星岩 那傳說 那刻練得好像君臨北角 狼峰山的 後來就叫做狼峰岩 那刻好像玉帝 遇坐後邊的玉瓶峰的 就叫做玉瓶岩 那刻好像北極先翁寶座 北神石室的 就叫做石室岩 好像晴天鼠北舟山的 叫做天鼠岩 好像廣寒宮中的蟬鼠岩的 就叫做蟬鼠岩 那顆好像呂窩的手 就叫做仙掌岩 好像一個坐著的掌者 就叫做匹之岩 又叫阿波岩 那當然 這些都是傳說來的 信不信 就由你了 那再說這個金龍呢 他見北極先翁 過了大漢臨來 無攻而去 一陣吭吭大笑之後 又驅雲趕募 大聲地叫了 七星 七星 北極老翁走了啦 不用怕啦 快點出來啦 各位 今日的時間又到了 肉之後是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